開心和大家一起 求主祝福每一位 求主加力量給我們 我現在在荔枝國有侍奉操練課程 今天下午兩點半 每個星期都有的 現在沒有停的 大家如果想受訓練、操練、侍奉神 也可以參加 還有這個Zoom聚會 每一早上都有的 星期一至五、二、三、四晚都有的 是幫助人深入去延經的 如果你想參加的話,你要告訴我 好,祝福大家 主與我們同在 我們今天的信息是建立神喜悅的家庭 我們怎樣能夠有一個好的家庭 有些人說我現在沒有家庭 有什麼關係呢? 第一就是我們原生的家庭影響 第二就是我們有時候 牧養人幫助人 建立他們的家庭 或者就算我們的侍奉 其實都是建立人的家庭 他們與神的關係 首先我們看到神的愛 這兩個部分 一個部分是講到對於小孩子 對於子女 下面就是對於父母 首先我們看到耶穌是一個很關心小朋友的神 我們一起讀 有人帶著小孩子來見耶穌 要耶穌摸他們 門徒便紮備那些人 耶穌看見就老奴 對他們說 讓小孩子到我這里來 不要禁止他們 因為在神國的正是這樣的人 我實在告訴你們 凡要承受神國的 若不像小孩子 斷不能進去 於是抱著小孩子 給他們按手 為他們祝福 這個講到 有些人帶小孩子來 想耶穌摸他們 按手 後面的十六字 說到按手在他們身上 那些門徒便覺得 你們應該幫助大人 小朋友沒有關係 責備那些人 但耶穌就老奴對他們說 讓小孩子到我這里來 不要禁止他們 因為在神國正是這樣的人 在神國就是 好像小孩子那麼單純 有直接反應 沒有那麼多的掩飾 沒有那麼多世俗的影響 願望我們大家都像小孩子 雖然我現在的年紀都不小了 但是我親近神 想到神 我侍奉神 和我分享信息 我都希望有一個小孩子的心 我真的想到神 我覺得很喜歡很喜歡 很歡禮神 所以你發覺我的祈禱 或者是敬拜 都是說 耶穌我歡禮你 我多謝你 我喜歡你 我喜歡你 我喜歡你跟我一起 多謝你 你時時都愛我 是一個很直接的關係 但是我都希望大家 在令敬拜的時候 都能夠時時 有和神很直接的關係 回轉像小孩子 和神的關係就是 神啊 我們需要你 射免我們的罪 很單純 我們需要神改變我們 將生命獻上 神就喜悅 不要禁止他們 亦是帶領他們到神面前 然後呢 凡要承受神國 如果不像小孩子 斷不能進去 凡是進入天國的人 都一定 某程度 將小孩子 一個單純的心 才能夠進入天國 如果覺得靠自己 都行的人 是不能夠進入天國的 然後呢 耶穌抱著小孩子 給他們按手 給他們 為他們祝福 耶穌為他們按手 我也想說一下 為小孩子按手是非常重要的 我希望大家 相信聖經所說的話 就是 耶穌說信的人 必有神跡除了他們 就是奉我命 趕鬼 以及手按病人 病人就必好了 那什麼人可以按手呢 根據這個經文 信我的人 都有神跡除了他們 就是信的人都可以的 其實這個是神給我們的權兵 但有些群體 他們經常都怕著 有沾染啊 其實我們親近神 我們處理生命 就不會有沾染的 這是一個很大的攻擊 令到很多基督徒 沒有發揮神的心意 就是想 我們每一個都深信 信的人 有神跡除了他們 不是經常都怕邪靈搞妖 耶穌說明 你可以添入蛇龍蠍子 你可以 不能有甚可能害你們 為什麼我們 這麼多人會這麼害怕邪靈呢 我們 跟神關係好處理生命 根本邪靈是完全沒有攻擊的地方 也沒有搶奪的機會 有些人就經常覺得他搶奪 好了 為小孩子按照有什麼重要性呢 讓他從小時候開始經歷聖靈 這件事非常重要 很多人長大 教會長大 就覺得 教堂就是聽道 教堂就是道理 當然 信耶穌一定有道理 一定有聽道 不過有很大部分 是跟神的相交 而這個相交是包括經歷聖靈 時時跟神有密切關係 奇親土 神的能力可以進入 我們像小孩子一樣 愛慕神 可以隨時一想耶穌 神的喜樂涌流 這是我每個星期日下午的訓練 很重要就是訓練我們 隨時經歷聖靈 我曾經試過為很多人祈禱 也包括小孩子 當時我是一個傳統教會 在神學院教授 那個外國宣教士 這個宗派有外國宣教士 他是負責神學院 我說我在他之下做一個訓練 人成為傳道牧師的部分 他聽到我為人按手祈禱 他就… 他們的宗派就不容許這件事 不過他人是比較單純的 他說祈禱會真的經歷嗎 我說是呀可以的 我去你家裡跟你兩個兒子祈禱 他有兩個兒子 他真的跟我去 他家裡 兩個兒子 然後我跟他們按手祈禱 然後我問他們 你有沒有甚麼經歷 他兩個兒子都回答 有平安有喜樂 他爸爸張開眼睛 不過當時我做了一件事 我做了甚麼 我說你現在試試跟他按手 他就覺得你按手可以 我按手不行 其實他應該當時也試試做一下 他就可以發揮神給我們的權兵 我希望大家都使用這個權兵 當你處理好生命 我們是放心為人按手祈禱 不用怕邪靈的傳遞 邪靈不會比耶穌厲害 你奉耶穌名祈禱 怎麼會邪靈比耶穌更快呢 那麼小朋友經歷聖靈有甚麼重要性呢 就是他們經歷到 知道神是真 以及幫他 你祈禱有沒有經歷聖靈 有沒有經歷到平安喜樂 力量 能力留給你 感動 有沒有這些激勵 你有的時候知道神跟你在一起 那麼他從小時候開始倚靠神 甚麼事都找到神 他知道神可以幫他 這一點是很重要 很多人相信耶穌是甚麼呢 只是想著我去天堂 就沒有想到今天可以 即時神臨到我們身上 這是我們需要學習的 我們隨時一經歷聖靈 他就知道神跟我們在一起 於是他就可以保持跟神的關係 因為現在長大了 一直成長是很多衝擊的 因為很多人敵黨神 很多小朋友說的話都是很多罪 很多污衛的東西 他成長的時候會受很多影響 所以在家裡是需要幫助他處理的 就不是說 你不要做甚麼 這樣說是沒有用的 是幫助他去明白 你知不知道神在你的生命中有奇妙計劃 神可以使用很多人 你看看 譬如你自己的好榜 你看我怎樣給神使用 你看看 某一個基督徒 某一個牧師傳道 怎樣給神使用 你想將來給神使用 祝福人 他有這個信念 然後呢 有些甚麼困難 譬如他經常都打手機 經常都不肯早睡覺 他的生命是戀龍的 我們就問他 覺得你的生命這樣 會不會被神使用 還是被魔鬼攻擊呢 讓他知道 讓他反省 讓他知道 讓他看一些例子 你看看這個人 你看他的生命有多少問題 你看看這個人的生命有多好 那你想做誰 那些人的生命不好 你看看他 喝酒、吃煙、吸毒 被人影響 整個人又不開心 又煩惱 結果又被人炒鱿魚 婚姻又破裂 甚麼都不好 你想做他 做這個 滿有風誠恩典的基督徒 當他有這個心的時候 他知道分別 不是罵他 是讓他思考 引導他思考 驚喜 這是最好的教導 他明白 那時候 亦讓他認識好的基督徒 您看看 上叫 Syn Home 你看看他多愛主、多開心 聽見見證,他這麼大的改變 你想像他那樣 他明白的時候,他就會渴望這些事情 他不會渴望要反叛、做一些壞事 讓他按手經歷聖靈 和時時有神的祝福 你也深信,你知不知道有些人在幾歲大 已經講到,網上找到,是有的 為人按手祈祷很大的能力 你上網看看是會找到的 孩童本身,針言二十章十一節講到 孩童的動作是清潔、是正直 都顯明他的本性 這個本質,因為神做人 是將他的聖結、公義、詞愛 放在人的心裏 人本性是有這種本性 不過,世界上周圍也有很多影響 所以當一個人成長的時候 他這個美好的本性是會受污染的 他會受周圍的人影響 所以小朋友很快就學會說謊 學會騙人,學會想一些不好的事 做一些不好的事 我們就知道小朋友這個單純的心 我們一定是幫助他建立這個單純的心 我們也有好的榜樣 如果在家裡有吵架 懵枕怒吵 他就說爸爸就回教堂 媽媽回教堂就很乖 不過一回到家就不乖 所以我也可以學他這樣 就會令到他失去這個童真 但如果我們在家裡都是 好像小朋友 不是代表我們亂農的那種小朋友 而是很開心的 有什麼事很開心的 興奮的 他就會見到一個好的榜樣 就會保持這種純真的生命 我們都會引導他、教導他 讓他知道你看看純真生命的人多好 那些生命不太好是多少問題 家庭祭壇也是非常重要的 即是家庭一起唱詩敬拜 讀經、討告、討論聖經和應用聖經 讓他們能夠應用出來 不只是教導 是大家討論有什麼神學的問題 大家不要以為神學 要神學院才是神學 其實每個人都有神學 神學是什麼呢? 譬如有個小朋友說 我爸爸經常發脾氣 神也是這樣發脾氣 這是他的神學 神學是什麼呢? 對於神的觀念 他對於神的信念 有很多人對神的信念是什麼呢? 唉,我有問題他不會幫我的 這個的而且很多人是有這個信念的 在我來說受苦 我知道神一定知道的 我根本在受苦 我不會看那個苦的 我只是說神一定幫我 不要緊的 遲早我會出回 這個問題會出回來的 我就是聖經的觀念 我是很信 神真的時時幫我們 時時祝福我們 所以我不會說 唉呀,很慘啊,很慘啊 我永遠都不會這樣說的 我跟別人不會這樣說 我跟自己也不會這樣說 我不會說 唉呀,真的很慘啊 唉呀,那些人幫忙也幫不了 我不會這樣 我總是說 神是會祝福 我總是會時時跟我自己說 一些聖經的說話 我們跟家人也都是時時 一起去親近神 好,用屬神和柔和引導的方法 教導孩子 斟然22章6節非常好的經文 一起讀 教養孩童 使他走當行的道 就是道老他也不偏離 如果真的從小時候開始 他跟從聖經 他一直到老都不會偏離 當然 這個不是絕對 他一直聽話就是 但是他小時候入了心的道理 是會存在他心裡面 和小朋友的時候 念了金句 他的記憶是強很多的 所以你跟小朋友 一定跟他念金句 他會記得很多很多的金句 好了,這裡說到一些教導小朋友很重要的 第一,新教自己有好的榜樣 如果沒有好的榜樣 你教什麼都沒有用的了 第二,從聖經和生活例子教導 即是有聖經教導和生活例子 第二,他有時候做事不想別人的 自私的 我們看到就去引導他了 你這樣做 如果別人這樣做 你又覺得怎樣? 你看看 你看我 想起你的吃什麼 我會給你預備好 每樣東西都放好 讓你預備 你看到我的關心 你去到什麼程度 你都可不可以關心我? 這樣有生活例子 而且有些人 你看看 新聞說到這個人物 他做這麼不好的事 這個生活例子 這個生命真是不好 有些人在這個社會 都有很多貢獻 他的生命例子真是好 即是由生活的例子去教導 幫他經歷聖靈 讓他知道神真實存在 和擦看人心 為他祈禱 按手祈禱 經歷聖靈 而且他自己經歷聖靈 小朋友更容易領受神的聲音 如果一起籌問神 他領受到聲音 或者見到異象 你就珍惜了 我看到任何人有這個恩賜 我都會珍惜的 我都會說 神給你這個恩賜 你保持 你多些處理生命 和神有密切關係 和內心平靜地等候神 你就更加容易領受到神的信息 我都聽過不同的基督徒 說到他的子女 是容易領受神的信息 我們就說 你看神經常跟你說話 神這麼真、這麼好 你想耶穌以後祝福你 當祂願意的時候 祂從小到大就有這個生命 所以這是非常重要的 經歷聖靈是一個教導上 一個非常重要的部分 從小時候開始 替祂了解神的愛和聖結 神很疼愛我們的 不是好像在家裡有問題 發生了猛狀 哎呀好慘 好慘 怎麼辦 兩夫妻在吵架 哎呀 錢又不行啊 哎呀什麼什麼 那兒子女就學了這些東西了 但我們說 就算現在有問題 神一定幫助我的 神是愛我們的 祂照顧的 神是聖結的 祂擦看人的 心腸肺腑 所以父母就算做錯事 知道自己錯 都向子女認錯了 就讓祂知道 我都需要向你認錯 我都要向神認罪 然後你都向神認罪 你都向我們認錯 這樣祂就知道 神是聖結 是不走不掉的 神看到了所有人 也都由世教導祂了 你做在一個小子身上 就做在耶穌身上 神就永遠賞賜你 你看看你幫那個小朋友 聖經也說 是做在屬主的人身上 因為你們熟基督 在《馬歐福音9章41》說到 因為你們熟基督 將一杯水給你喝的 我實在告訴你 這人不能不能不能賞賜 是因為那個人是熟基督 或者想帶他信耶穌 即不是做普通的善事 而是過程 一定帶人信耶穌 或者幫助的人 跟神的關係 這樣的時候 神就賞賜了 告訴那個小朋友 你幫助這個小朋友信耶穌 你跟他傳福音 他不信也好 神起於你 永遠賞賜 從今天開始賜賜 永遠在天堂都會永遠賜賜 他有這個觀念 他就會從小到大都記得 你奉獻的時候 那些錢就存在天上了 是永遠存在 永遠神紀念的 他有這個觀念 他就會更加有動力 去親近神 去遵從神 然後第五 幫他了解他生命的寶貴 你的生命很寶貴 你可以影響很多人 你可以祝福很多人 亦都讓他知道 這個世界上是有寄生蟲的人 即是怎樣寄生蟲呢 他只是依靠家人 他只是利用家人 他完全對家人沒有任何的祝福 他是這個社會的寄生蟲 讓他知道 這種人的生命是有問題的 但是我們愛他 關心他 但是我們不要學他的樣式 讓他知道 有些人的生命是有很大的影響 因為他看頌他的生命 於是他生命被神使用了 於是了解生命的寶貴 以及教導他遵從和侍奉神的寶貴 你遵從神 你就好像將這個屋建造在盆石上 雨淋水沖風吹 都不能撞倒這個屋 而你侍奉神是永遠得上次的 即是從他從小開始 教導他這些真理 我們的生命所有做的事 我們結的果子 全部都有重要性的 這就是我時時的教導 幫助人 親近神一定有祝福 遵從神一定有蒙福 去侍奉神 祝福人一定是永遠紀念 而任何一個人 多小的能力都可以給神使用 這樣的時候 我們的生命就可以提升了 希望大家都時時有這些實際的教導 即是講甚麼經文 例如跟他講聖經的故事 小朋友可以買一些兒童的聖經 有圖畫的那些 每一個故事 不要只講故事 是講那個人如何尊重神 親近神 遵從神 侍奉神 在裡面看到 然後我們如何遵從 我知道有時候 有些人教主一學 只講故事 講完祈禱了 這樣就完了 只是講故事 是不會影響他生命的 是怎樣將這些生命的質素活出來 你看他怎樣愛耶穌 為何在困難中都依靠耶穌 為何神使用他 今天你都可以讓神使用 好了 我們需要管教責罰系統 針言二十三章十三節 一起讀 不可不管教系統 你用仗打他 他必不至於死 這裡講到有仗打他 這個看法 其實是一定 當然 我們一定是要有方法 怎樣方法 這裡我有講到 即是怎樣情況用看法 甚麼情況不應該用看法 其實很重要是教導他神的真實和聖結 知道神是真實和聖結 遵從神一定蒙福 犯罪一定破壞性 你犯罪對人不好 人們就不喜歡你 朋友也不喜歡你 你又沒有好的朋友 有些人雖然他很頑皮 很多朋友都好 那些是玩的朋友 但有些人對人好 那些朋友是真實的 是永遠的朋友 是對他好的 所以犯罪的人是有破壞性 但是遵從神的人他是得福的 那你想他得神的祝福 這都是引導他 教導要比打的 打只是某些時候要用的 他亦可以改變自己 怎樣改變自己 一步步去改變自己 欣賞他任何改變的心 有些時候 其實很多時候 管教懲罰可以只是說 他有些本來有的 可以得到的好處 現在得不到 譬如說 好了 今晚罰你 不可以看手機 不可以 這個禮拜不可以玩遊戲機 這種懲罰方法 有些時候是可以 看罰的 不過有些國家就不准 現在香港也沒有不准 不過香港是禁止 打到他傷殘 打到他很嚴重 香港法令是沒有禁止的 但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不是為了發洩 有些人就 嘩 嘩 我生氣到你死了 打到他 把怒氣打下去 是沒有用的 其實這只是一個行動 讓他知道犯罪有他的後果 其實看罰不應該是主要的 應該是好次要的 如果你教得他好 根本不需要看罰的 好 很重要的就是不要惹兒女的氣 一起讀 你們作父親的 不要惹兒女的氣 恐怕他們失了志氣 就是說 不是去激他 不是他 他那麼頑皮 我要激一下他 挑一下他 讓他不喜歡 或者是說一些說話 你真是沒用 真是蠢 生夠 叉燒好 比生理好 之如此類 令到他激氣的說話 因為激氣 只是令到他更加憤恨 有時有些人不會這樣 跟夫妻就會 真的 我真是後悔 跟你結婚了 哎呀 結婚之後 真是很多煩惱 很多不喜歡 其實這些說話 一說出口 就 真是很難收回 因為這些說話 在生氣的時候 有時是真心話 有時是真心話 就是他裡面積存了很久 平時就收起來 但是到發生氣的時候 就爆出來了 當他爆出來的時候 其實是很大的傷害 所以我們經常都會想到 我們說一句說話 令到人有什麼感覺呢 我們總是祝福 總是 是體會他的感覺 而說的話是祝福他的 不是令到他受傷害的 時時真的看他是朋友 是一個寶貴的生命 是很重要的 我能夠怎樣對他好呢 是非常好的 這當然不僅是對於小朋友 我們任何牧養的人 任何相處的人都是 令到人覺得 我們跟他一起相處 是非常美好的 另一方面 就是和上一輩 孝順父母 孝敬 你發覺 自己不是說孝順 孝順 這個字是什麼呢 是honor 尊敬 因為中國人很喜歡說孝順 孝順是什麼呢 爸爸說什麼什麼 全部都做了 這個我們都應該做 不過有些時候 聖經說到信從神 不信從人是應當的 當父母叫我們 你不要信耶穌 你不要侍奉神 你不要什麼什麼 你不要回教堂那麼多 這個我們不需要遵從 當然我們有一個平衡 不是每天回到教堂 家裡的事情不做 這是不應該的 聖經說的是 孝敬父母一起讀 要孝敬父母 使你得福在世長壽 這是第一條 戴嬰祂的戒命 因為這個戴嬰祂的就是 使你得福在世長壽 神所應許的 因為神賜父母 讓我們照顧我們 神也想我們去對父母好的 這個是和父母的相處 這個一個好的家庭 父母又和他好的關係 他又和父母好的關係 這是非常美好的 不過很多人找我都是說 父母很固執 很難改變 很難搞 不知如何和他相處 也有很多人跟我說這些話 甚至小時候父母 如何罵他、打他、傷害 這些都是真的有發生的事 在和父母相處和子女 是有點不同的 我和兒子女可以小小的教導 影響他 這一點我也希望大家可以留意 我們教養出來的小朋友 到底他一直成長變成一個怎樣的人呢 如果他成長變成一個反叛性 他一定是很憤怒的 即是說我們在某個時候 我們是沒有做好應該做 當然有時做到最好 他都可能不聽話 但如果我們是會回應他的感受 一點很重要是回應他的感受 不是強迫他 回應他的感受的時候 他知道 我不開心 我父母會聽的 但如果他覺得 他不開心 父母也不會聽的 他就會反叛的 但父母會聽的時候 他會覺得父母是關心他 看重他 他喜歡的東西 父母會喜歡 他不開心的東西 父母會感受的 而父母有些不同 就是因為他是長輩 我們不可以當孩子去教導他 但有時我們可以用一些說話 引導他明白 但我們要明白一點 就是父母不是在我們之下 所以有時是難一點 難一點去影響他的 而有一點很重要的 在與人相處 有一點很重要的就是 有些人是能夠改變 有些人是難以改變 是兩種人的 這個世界上有兩類 當然有很多種方法分類 但有些人是有時都會改變 有些人是很難改變 其實每個人都有很難改變的地方 不過有些人就很多地方都不改變 有些人就多些地方可以改變 所以我們都必須要改變 所以我們都必須一定要說服他 譬如其中一點 現在在香港的家裡 很多時候都有發生的問題 就是政治的看法 他又不斷看某一類的影片 他在看的時候 我們就很激氣了 為何會這樣都可以 真的想和他爭吵 但其實是不能改變的 真的很難改變的 這個真的有智慧 不能改變的 也不需要改變 你改了他 表面他不改到他裡面 我不是說不和他討論 不過這個要看情況 我們知道有些情況 有些事情都很難改變 他的生命很難改變 但我們能夠改變的地方 當我們用愛心影響他 或者有一天影響到父母 這是非常好的 但這是不容易的 所以這是更加需要高度的智慧 和耐性 有一個寬容的心 他是這樣 我不用激氣的 不用生氣的 不用裝在心裡面 不要存著憤怒 而是我平穩安靜 輕鬆 或者有一天我會影響他 我講到和父母的關係 但真的照顧他們是很重要的 無論和父母或子女 都是很重要的 這句說話一起讀 但你們各人要快快地聽 慢慢地說 慢慢地動怒 必然是這幾樣一定要學習的 就是多些聽 留心人的感覺 這一點是很難的 因為有時候我們爭取的時候 我們堅持我們的看法 他又他的看法 我們又沒有想到他的感受 我太太這件事真的很厲害 她有很多時候 她會感受到 有時她會告訴我 有時我會說說 沒有感受到他的感受 或者其他人的感受 這也提醒我 就是說 當我們和別人聊天的時候 想想他會有甚麼感受 有時在兩個對立的情況 是很難的 我真的發覺很難 在對立的時候 我們總是覺得 我是對的 他是錯的 他的感覺 不要緊要的 就是他會有這個感覺 我們學習 他的感覺都是重要 是寶貴的 第一 就是留心別人的說話的內容 身體語言和內心感受 譬如他很激氣 很怒嘈 整個臉都紅了 他的手拿著拳頭 在那裡搖著搖著手 我們知道他很激動 我們知道的時候 知道他有這個感覺 我們就 就不可以惹他怒氣 不可以跟他討論 討論是沒有甚麼用的 其實跟很多人 他們的意見不同的時候 真的要很高度的智慧 才能夠跟他討論 第二 就不要假設我們知道他的心 當時我們讀完木課程的時候 有一個 讀完課程之後 他們就去 再參加 然後將來做老師 他有一次跟我說 他講到聆聽的重要性 他說 你在這個課程學到甚麼 我就告訴他 他就跟我說 如果我不問你 我永遠都不知道你在這個課程的感覺 同樣你都需要去聆聽別人 你沒有辦法知道他的感覺 有時人假設他 有這個經歷一定是這樣的感覺 未必的 所以我們不要假設人的感覺 一定需要問他 不要判斷他所做的 即是 他做的可能是錯 可能是對的 但我們去判斷他的時候 令到他難於改變 我們不是判斷他 我們可以引導他明白這件事 分辨這個真理 但不要 你這樣錯 你這樣不行的 你這樣死實的 他不會聽的 很簡單 有一個人 迷戀另一個人 你跟他說 嘩 你看他有多少個問題 你跟他拍拖結婚 一定會死的 你不行的 他很快就扔你了 不要的 不要你的 你很慘的 他又不會聽的 你講幾句都不會聽的 我們反而從他的角度去想 你覺得他會不會做到你好呢 你問他問題 不是說服他 問他問題 讓他去想 他可能會想想想 他自己想想 你自己想想 他會不會繼續對你好呢 他有沒有對你好呢 現在有沒有對你好呢 他以後會不會對你好呢 他自己去反思的時候 他可能會體會這件事 因為人的內心很難改變 如果我們判斷他 更加不會改變 你跟這個人是實死的 不行的 沒有希望的 那就判斷了 判斷就實死的 我們可以做的 是可以引導他去思考 第四 可以更深地了解他的感受和困難 即是了解他的感受 或者他為什麼這麼困難呢 第五 回應他的感受困難和需要 即是回應 我知道你很困難 不開心 你面對這些困難 你自己都覺得很難搞 找不到出路 不要太快的教導 可以引導他明白他自己 即是逐步去引導 這一點是很難學的 是人很難學的 你嘗試留意一下你這星期跟別人爭吵意見不同的時候 你是用什麼方法你能不能夠聆聽他呢 你留意一下 你以往你和別人相處的時候 到底你是聆聽 還是你把你的意見強迫給他呢 就是這樣 亦都感受家人的感受 感受任何人的感受 這個不單止是家庭 任何人的感受 他不開心 自己坐著想想他 可能我們說 如果我是他 我不會不開心 我是清理垃圾 他又不會清理垃圾 所以他就很不開心 但是我們明白他不開心 我們感受一下他會有多痛苦 有多不開心 我們就讓他知道 我知道你現在很辛苦 很不開心 譬如他明明跟那個男生 你都覺得他沒有希望了 告訴他他又照樣拍拖 結果現在失戀了 很痛苦了 我們有時也會說 說了你的 說了你的 一定沒有好結果 那你就會痛苦了 他就聽了不適合 他一定會發怒的 但是如果我們說 我知道你現在很不開心 我知道你失戀 你現在很痛苦 他覺得你也會明白我 我曾經試過有一次 在一個教會 有一個婆婆 她說我和我孫子說話 說不到 她永遠不聽我說話 我說你的孫子有沒有乖 她說有 你告訴我上次乖的地方 她說有 她有一次 其實不是乖 而是好的地方 她留在學校 留了一件事留在學校 接著她有個同學帶回來給她 拿來 她也有個好朋友 我說你怎樣跟她說 你下次不要忘記 留在家了 留在學校了 她就這樣說 我說你的孫子不會喜歡聽的 你就教她 其實她有個朋友 會送那件事回來給她 真是很好 可以這樣稱讚她 你也跟別人有好的關係 那個人也對你好 她會帶回來給你 是不是這個朋友真是好 那就欣賞一下她 你怎樣跟她交往 怎樣跟她做朋友 好像問她 好像跟她身上學習一樣 那她會跟你聊天 即是有些她開口 在那個地方跟她入手 就不可以那時候教 但很多人就會乘機教 即是有些甚麼 她一做錯就乘機教 其實教是會反感的 有時教得多 我們需要去引導接受 感受她的開心 譬如你周圍的人開心 你會不會和她一起感受呢 一起開心呢 我太太很多時候都會有 開心的表現 譬如說我們一起去玩 她說很開心很開心 我都會表達 我跟你一起最開心 一起去拍拖去哪裡 去拍照去開單車 我們現在有踩單車 又很開心 總是表達 跟她一起 share她的快樂 即是她快樂 我也快樂 不是說 為甚麼這麼大笑 這麼開心 我永遠都不會說這些話 我總是欣賞她 我見到你開心 我就開心了 好了 婚姻和家庭一定有問題 一定有問題 處理方法是怎樣 我們怎樣建立家庭處理的問題 第一 真心向對方認錯和互相謠說 這件事是有時很難的 有時有些事做錯了 脫漏了 我們都… 即是有時我都會反思反思 接著我就會去認錯 即是那件事 聖靈提醒我 那件事做錯了 我去反思 我講回一個實際例子 我有一天可能弄了些麥皮 就滾死了 但我不知道滾死了 我完全不知道 然後… 我家人就說我 不是我太太 一起住的 她就說我 你滾死了 你就一定要馬上清潔 我說我沒有滾死 我沒有滾死 即是沒有… 如果滾死我會馬上清潔 我沒有的 但我想想想 會不會當天忘記了 沒有留意到滾死了呢 所以我後來想了一段時間 我出去跟她說 就是聖靈提醒我 或者我前天忘記了 我滾死了 我不知道 所以我沒有清潔 如果我知道我一定會清潔 她就說沒事 沒有問題 這也是我即時會想 我可能脫漏了一個位置 我就會說出來 去認錯 這一點就是我們需要學習 就是說 做錯了認錯是一個勇敢的行為 有時我們會想的 當時我也會想的 可能認錯 他們會跟著說 對呀 你以後要怎樣怎樣 又會教訓一輪 但我想一下 不要緊 她怎樣也好 總之我做了 我應該做的 這就是我們學習 我們有做錯 我們就會出聲 會認錯 第二 接受兩個人不同的地方 接受她不是完美的 就是說 無論我們夫妻 孩子、父母 都總有不完美 不重要的 不完美不死得的 人人都有不完美 我都有不完美的 第三 真心找方法去處理問題 和收復關係 怎樣的方法 既然大家關係不好 其實 我相信大家 如果你現在和家人的關係 總有些地方是可以改善的 而有些地方是頗為嚴重的 我相信大家都可能會 可能心裡會說 是呀 都頗嚴重的 有些人會說 都是持續有個問題的 我們就真心去找方法 總有方法改善 未必全部處理了 因為有一方可能很固執 固執的可能我們都未定 有時我們以為我們適合 我們有固執 其實人 固執的人永遠都不會覺得自己錯 總是覺得人家固執 到底有沒有有時是輪到我們自己固執呢 就是這樣 我們有的那麼多改善已經是進步 這一點是很重要的 就是那個問題存在 不過我少少處理 少少改善已經是進步 這個神就歡喜了 總是找方法如何處理和收復關係 我太太有時都會提醒我 就是說 你講事情可能是對的 不過講完的感覺是不好的 所以就留意一下 怎樣講的時候 感覺是好的 比事情重要 有時不是事情重要 而是大家互相的感覺 這一點也挺難學的 就是說 我講這句話 能否令他覺得好像受傷害 好像我對他的要求過高 或者不認同他的東西 所以有時都盡量避免 避免一些可以引起衝突的地方 有時我太太在旁邊 我講的時候 他都整我整我 叫我不要講了 這也是給我一個提醒 提醒是說 有些說話是真的、是對的 不過說了可能結果是不好的 我們都自己留意一下 我多謝有太太在旁邊提醒 好了 然後就是跟對方溝通 來化解誤會和傷害 就會是需要討論的 說回的 認錯 我們如何下一次溝通 跟子女和夫妻比較容易 但是有時關係困難也困難 其實子女是有一個可改變時期 有一個難於改變時期 你會發現子女在小學時仍然可以改變 到中學時開始就比較固執了 反叛了 是很難改變 除非我們一直建立關係 否則在反叛期是很難處理的 到某時候可能大家好像不說話 有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這也是我聽過有些人說到她的子女 她又不肯讀書又不上班又不正常起床 天天天在房間打遊戲 她又搞不上班又搞不上班 有時有些家庭都去到這些位置 去到這些位置真是很難很難改變 希望找到一些地方能夠回應她的感受 她喜歡的東西 回應她和她有些人聊天 聊天才可以下一步 而聊天就不要馬上教她 一教她就下一次她又不再說話了 這就是能夠欣賞她任何好的地方 有可能大家可以溝通得到 然後第五 建立愛心和關係令到對方覺得有盼望 就是有些時時都有愛心的行為 令到對方覺得有盼望 我很欣賞我太太經常都會想起 何時跟父母去喝茶、吃飯 譬如說我們有計劃了 今天我們去有活動 不可以跟她喝茶了 第二天總是找個時間 她是很留意如何建立和她父母的關係 這是非常好的 第六 告訴對方自己欣賞對方的努力 就是她任何努力的地方 我們都欣賞 就是多些讚人 或者我們一起侍奉的人都讚她 欣賞她們 接受難以改變的性格或行為 有些人真的很難改變 就是很難改變她 不是我的責任去改變她 是她的責任 我有時提一下她 提了她也不聽 不一定要時時提的 在適當的時候提 也想起自己是不是適當的時候 在需要的時候 需要找輔導員幫助 如果是一些人際問題 我們感謝神的教會是有這些資源 所以有時有些家庭的問題是可以去處理的 求主幫助我們 能夠在家庭裡 有一個蒙福的家庭 子女從小到大教導她 幫她跟從神 亦與她有感情 子女與父母有感情是很不同的 父母就是正確的 什麼都教你正確的 遵從神 但是跟父母沒有感情 其實都是沒什麼意思的 如果根本沒有感情存在 只是父母教她 你做什麼做什麼 這樣的關係不是很好的 可能我們說 我和上一輩都是這樣的 他們只是教我做什麼 叫我不要做什麼 感情不是很強 但是我們下一輩 我們可以的時候 都會建立感情 跟父母 就算以往是有些不好的方面 我們也嘗試建立感情 讓我們一方面有感情 可以影響他們 又真的享受跟他們的關係 亦能夠正面的引導他們 帶他們去信耶穌 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 這個智慧帶他們去信耶穌 在某些適當的時候 有時我看電視 剛才說到生物的奇妙 我立即又會說 神的創造奇妙 真是有真神的 或者有時說到這個世界災難 我又會說到 真是聖經有說到的 這是末後的日子 總之我在適當時 我就會說出呼音出來 亦都盡量不是一個 令到他覺得難受的方法 是關心他的方法 求主也幫助我們 一方面跟他有好的關係 又引導他們走正路 亦都是跟他們有深的感情 我們就逐漸可以影響家人 那就是神喜悅了 我們做了一點點 神都喜悅 我們做了他不反應 神都喜悅 求主祝福我們 因為家庭好 自然整個人都開心 家庭不好 其實是很痛苦的 是很辛苦的 家庭好的時候 每一件事更加容易 更加有支持 譬如說 如果家庭是在一起 不過沒有支持 沒有幫助的時候 也都是 家庭就不是有一個支持的作用 求主幫助我們 我們一起起床 我們一起起床在神面前 首先我們悔改 求主耶穌幫助我們 我們想起我們和家人有甚麼地方相處 是很困難的 是好像卡住了 影響我們 以致我們很困難 能夠和他們有和諧的關係 就是開心的關係 求主耶穌射免我們的罪 我們首先自己 安靜在神面前 省察自己 我們承認我們的罪 或者我們沒有向他們傳呼音 或者我們對他們有些態度上不好 心裏不怨恨 我們都求主射免我們 求主耶穌幫助我們有動力 神啊幫助我們 在我們家庭榮耀神 不只是在傳呼音 或者是小祖那裡榮耀神 而是在家庭榮耀神 讓家人真是說 我的子女真是愛主愛得很好的 他真是很好的 很孝順的 對我很好 這樣的時候 家人更加容易被影響 神主幫助我們 去反思我們有甚麼可以做的 我們有甚麼地方可以關心他們更多 可以讓他們感受我們的關懷和愛 讓他們感受 神的同在 感受我們真是有神的祝福 耶穌我們需要你 多謝天父 多謝主耶穌 耶穌我們需要你 我們需要你給力量 我們呼求耶穌 耶穌我們需要你賜給我們的力量 賜給我們從裡面有的動力 去關心家人 我們做在周圍的人身上 就是做在主耶穌身上 是神所喜悅的 我們去榮耀神 是神所喜悅的 主耶穌祢是愛我們每一個 多謝天父 多謝耶穌 而很多時我們失敗的地方 就是在家庭和人相處最接近的地方 耶穌求你幫我們獻上所有 我獻上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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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獻如親愛 寶貴耶穌 我獻上所有 主耶穌求你祝福我們每一個 加力給我們 讓我們能夠踏出 去祝福我們周圍的人 在這個時候 求神幫助我們 為某一個你的家人 你覺得很難相處的祈禱 讓我們去饒恕他 去祝福他 找方法怎樣跟他相處得更加好 在這一陣子 大家為了這個人祈禱 神幫助我們饒恕他 接納他 就算他不改變我都接納他 我都要搖恕他 我們這樣搖恕和祝福是神所喜悅的 親愛天父 我們多謝你 神啊 雖然我們在家庭見到很多不完美的地方 但是神你就想使用我們 在我們的不完美的家庭 彰顯出神的完美 和憐憫慈愛 主要幫助我們 把我們的愛帶到給家人 帶到給家人是更加困難 因為相處得太長的時間 看到互相的問題 主要幫助我們 靠著耶穌得勝有餘 靠著耶穌踏出去關心人 去祝福人 去說一些柔和的說話 令人聽到覺得舒服 覺得被愛、被關心 叫我們回應他們的感受 回應他們的需要 回應他們的困難 去用時間去輔助他們 幫助他們 亦都好像給我們智慧 去教導我們的子女 如何跟從神 讓他們知道他們的生命很寶貴 他們的生命可以被提升 給你大大的使用 主耶穌祝福我們的生命 整個生命祝福我們的家庭 讓我們家庭中蒙福 是神所喜悅的家庭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榮耀眾贊歸給你 因為神你能夠改變環境 改變人的內心世界 改變人的感覺 改變人際的關係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感謝天父 Hallelujah Hallelujah 多謝耶穌 感謝耶穌 我們一起開心 開聲多謝耶穌 多謝天父 神你能夠改變我們的 你能夠加力給我們的 你能夠賜力量給我們的 你能夠使用我們去榮耀你的 主願你的名德榮耀 願你使用我們去祝福我們的家人 多謝天父 耶穌是得勝的 主耶穌願你作王 願你在我們家庭中作王 在我們生命中作王 讓我們榮耀神 讓我們帶領到家人信主 讓我們心裡柔和、謙卑 帶領家人去認識你的恩典 從我們身上看到神的愛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感謝天父 祈禱奉主耶穌聖命 阿門 我們在天上的父 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 願你的國降臨 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們又用的飲食 今日賜給我們 免我們的債 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 不叫我們如見事探 救我們脫離兇惡 因為國道權並榮耀 存是你的 直到永遠 阿門 請接受主的祝福 願主耶穌基督的恩典 天父的慈 我們勝利的感動 尚願我們每一個同在 叫我們全心將生命獻上 能夠影響我們的家庭 都走走神的路 主與我們同在 從今次到永遠 阿門 哈利路亞 多謝天父 多謝耶穌 感謝耶穌 哈利路亞 阿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